来增加光彩 各位媒体的朋友 台南市教育局今天在这里做一个三年的成果的发表 最主要的我们是在县市合并 原本的体制不太一致 原本的期待也不太一样 经过这个三年下来 已经渐渐的大家都互相融入 能够变成一致 这是三年来最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个成果 等一下我们也请我们副局长 续姓副局长 请我们县民 陈建民 陈主密 为我们来做一些这些要点的报告 同时最后会接受各位媒体的发问 现在我请我们副局长来说明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要点 我们副局长 我们陈主密还有我们政执行长 我们各位科长 各位都学 各位校长们 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 还有我们各位记者 媒体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标题是梦想起飞 海浪生态跟土地云端 在一个2013年的联中记者会 我想刚才我们局长已经有解释 在三天来我们交易局的一个努力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本身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一半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改造 就是从我们中小教科6科改成5科来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分 非常大的一个区分 那今天在虎山国小举办我们的联中记者会 那局长刚才也很大力的就是呼吁大家把这个鞋子脱下 用这个赤脚来踩在这个土地上 去感受我们草根土地的那种感觉 我想大家脱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脚底下凉凉的 可是有一种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 从脚底托上我们的心里里面 所以这种在国际以及大奖里面 我们拿到了金子奖 这日在中国厦门比赛 有170周界里面脱鹰而出 那是非常的这个难能可贵 第一次经过三年的这个努力 终于能够拿到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金子奖 当然在我们的教学卓业 我们的阅读盘史里面 我们的得奖都是武术的 都是武术在全国里面都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不管我们的教育力也是在全国第二名 我们的教学力是在全国第三名 那我们的有关于关怀弱势的团体的部分 关怀弱势孩子的部分 我们也得到全国的第二名 这些成绩的匪难都是我们郑军长的一个率领之下 我们工作团队不免不日 在努力打拼之下得到一个成就 这个成就看起来是很简单 其实是我们种之层层 大家所付出的心意 所得到一个成果 不过我们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不是很好 非常的拥挤 所以有很多的同仁 这三年的付出里面有很多的健康有维养 这就是我们比较抱歉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为我们的同仁们来加油来打气 那接下来后面的我们就留着就有我们的陈楚面来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谢谢 我们借这个机会也要特别感谢王副局长 我们另外一位副局长 王水文副局长 在一年前就已经高升到中央 到体育署担任副署长 那我们就有一位副局长 在担两个副局长的这个重担 我也在这个节日里面呢 特别表示感谢 感谢副局长 我们来期待 祖命 他也是中南全局 协调各局处 他有很多的了解 我们来听他 来跟他分享 谢谢局长 我们在场各位媒体先进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这才是我们对土地最大的珍惜 跟最大的感恩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在这个教育工作的推动里面 校长团体 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都在一个新史 我们除了学校附设幼稚园之外 我们还有18个独立的幼儿园 独立的幼儿园有18个 所以我们的所属 总共就是 543个271个100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 今天呢 我借这个机会 对我们的543 271跟18 都表示珍惜 表示感谢 大家都辛苦了 一方面感谢 一方面拜托 谢谢各位 欢迎各位 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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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